狐狸在东北一带跟黄鼠狼、蛇、刺猬、老鼠并称为五大仙家 是非常灵异的动物 这从古至今关于狐狸的故事呢多不胜数 但是大多数都以狐狸精诱惑人为主 今天我要说的这个事呢 发生在河南是一个真实的狐狸复仇的事情 这事说起来也有些年头了 是我们家隔壁老孙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 到今天已经过去三十多年 每一次老孙说起这事来还都是一脸的后怕 三十年前村子里边还没有电气之类的东西 家家户户啊都是烧的那个大锅 烧大锅呢就免不了用柴火 村子西头有个野山 村子里边人管它叫做小青山 那个时候村里人呢都会上小青山上去砍柴烧 山里边的野味也很多 贪吃的人都喜欢往山里边跑着去打猎 这老孙头跟着发小铁锤也是如此 铁锤比老孙大上两岁 已经结了婚 还有一个一岁的儿子 那个时候的农村人结婚都很早 没什么学问 能早结婚呢就早结了 那年老孙十七岁 也是快中秋的时候 这哥俩就商量着上山打点东西回来过节吃 下午一点多的时候 这哥俩就上了山了 他们俩折腾了一下午 也不知道是不是马上要过节了 这来山上打猎的人多了呢 还是怎么着 愣是就打了两只野鸡 这哥俩也是挺郁闻的 可是眼看着天就要黑了 这也得回家吧 明天再来一趟吧 就在他们俩往回走的途中 哥俩听到了一阵嗷嗷的叫声 这哥俩对视一眼 就往那叫声的地方靠了过去 大概走了也就二十多米吧 打眼一看 在一棵老树的地下 有个破烂的树洞 四只小狐狸正在里边嗷嗷的叫唤着呢 这老孙的爷爷以前也是猎户 所以听他爷爷说过 在这山上遇到了狐狸千万不能打 因为那玩意儿太邪性了 看到是狐狸 老孙就拉着铁锤说要走 狐狸这东西呢 肉太难吃不说还邪性 咱别碰它 还是明天再来一趟吧 可是铁锤看到这狐狸的时候 那眼睛都亮了 当时就说了这狐狸还这么小呢 老狐狸肯定是找神去了 狐狸皮拿到了城里边 那可值不少钱呢 老孙一听就着急了 因为他爷爷曾经三令五身的跟他说过 这狐狸不能碰 这事呢 他记得特别清楚 犯不着为了这么点钱去冒这趟险吧 当时就硬拉着铁锤要走 所以他说这狐狸太邪性 咱还是别碰的好 俩人争执了好久 最终还是听了老孙的话 下了山去 可是铁锤的心思呢 却没消 还在寻思着怎么逮住这窝狐狸扒了皮卖钱的事呢 因为这狐狸特别狡诈 一旦发现了有人知道他的窝 他很快就会搬家 所以当天晚上 铁锤就一个人带着家伙上了山了 因为不能用猎枪 否则这皮打穿了就不值钱了 铁锤看到这老狐狸没在 他就把小狐狸拎了出来 用网给套上了 又等了个把小时 这老狐狸就回来了 也顺理成章的给进了套 铁锤尽管是不信这狐狸的邪 但是也不想有什么万一 他就把这四只小狐狸直接给弄死了 老狐狸带回了家里边 当天晚上就扒了皮 第二天进城就给卖了 买了些东西回来过节 但是这事 他并没有告诉老孙 可就在这件事情过去的第三天 铁锤做了一个梦 他梦到了一只赤狐 口吐人言的说 要灭了他们全家 铁锤当时下出了一身冷汗 但是他也没有在意 以为是自己胡思乱想的 才导致做了这样的一个梦 结果第二天 铁锤的儿子就生病了 一直发着高烧啊 吃药打针都不管用 结果没两天 这孩子就腰折了 老孙心里边总觉得 这孩子腰折的蹊跷 他就跑去问了铁锤 是不是动了那窝狐狸了 结果铁锤也是老实交代了 老孙一脚就踹了过去 连骂着铁锤糊涂 铁锤现在也是后悔莫及 当天晚上 老孙就跟爷爷说了这事 这老爷子经历的事情多呀 就连忙的劝铁锤 赶紧的进城去躲躲 离开这小青山 兴许能好点 这村子呢 你是待不了了 因为这狐狸的报复心太强 铁锤也是害怕的呀 当天晚上就收拾了东西 带着媳妇离开了村子 可是第二天一早上 老孙就接到了消息 铁锤死了 而且是从山上摔下去的 整个人都摔烂乎了 他媳妇倒是没受伤 醒过来的时候呢 就傻了 整天疯疯癫癫的 说有人要害他 要灭他们家全家 躲在杯子里边不敢见人 两个月之后 他媳妇也死了 村子里边人很奇怪 铁锤大半夜的上山干啥呀 只有老孙知道 铁锤不是要上山 那肯定是进城的时候 被狐狸给灭了 然后才从山上摔下来的 这就是那只狐狸的报复 一家三口都没了 这不就是灭了全家吗 直到现在 几十年都过去了 老孙也是只有喝了酒 才会跟别人提起这件事 未经许是否过来的 三口都过去了 梁锤